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现在是在巴厘岛的佩尼达岛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佩尼达岛一个住宿跟交通的问题 佩尼达岛的住宿相对南梦岛来说 就是贵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这样子 所以它的选择可能不是那么多 还有是个交通啊 交通可能因为佩尼达岛比南梦岛稍微大很多 所以它的交通我觉得也挺复杂的 等一下跟大家讲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在佩尼达岛住的这个120块一天的酒店 是什么样的环境啊 给大家做个参考 这是在山里的 这个酒店是在山中间 是在靠山中间的 交通并不是很方便 人也不是很多 酒店环境的话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泳池 外面还有一个休闲区域 房间的话还挺大的 这个是房间 房间的话就是这样子 它这个顶很有趣啊 是这种竹边的顶一样的 然后早上的时候 四五点的时候 外面就有很多小鸟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那种感觉 这个酒店环境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是120块钱一间 我们从昨天 因为是县岛岛上来订的房间 整个岛上100块钱的房间 选择并不多 现在我们不在南梦岛 住了个50吗 中间100块就可以住很漂亮了 它这边是没有的 打底都要30万印尼顿 折合人民币在150这样子 150的话 就住上南梦岛 可能几十块钱的那种环境吧 所以它价格是比南梦岛贵了一倍的 这个岛呢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酒店 在山中间 离海边呢 大概可能一个小时的摩托车 10公里吧 离海边离我们来的码头 10公里 10公里 然后去金林最洋 10公里 所以它就是在中间 中间的话这边很慌 你知道吗 这个岛啊 如果靠近山这边住的就是什么感觉 你们有没有去过云南的那种大山里面 很山很山的那种 而且这边吧 人也很少 很那种 很荒凉的感觉 像我们昨天路边 这边有一座房子 这边有一座房子 中间有个小卖部 我都觉得哇 这个好繁华 就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很慌很慌 嗯 对 中午我们都好晚回来 你知道吗 嗯 不方便 而且我们这个早 酒店是没有早餐的 它本来平时在网上是要150的 然后可能是昨天 我们订的下午比较晚 它有折客 折客人民币120 120没有早餐 这山里 你必须得在它这里点早餐 就差不多 折客下来也是在150打底了 所以这个酒店 昨天我们还看了三家 所以这个岛上酒店的选择的话 整体下来 就是说打底是150起 没有其他的选择 几乎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关于 住宿的话 我就没有什么推荐的 大家就自己看着办吧 嗯 我建议 住在海边吧 住在海边确实方便一点 然后专于就是交通 交通的话 如果你就是说来一天到两天 我建议包车 嗯 其实方便是方便一些 但是我觉得 嗯 我们去一个景点 光坐摩托车 屁股都做痛了 坐累了 还没 根本就没有力气爬 爬那个景点 嗯 所以你司机满意吗 不满意 屁股疼 你也包车了 就因为我包车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坐车 除非你就是说有很多很多时间 我也不想那么赶 我就喜欢骑个摩托车乱逛 那么你可以租摩托车 马头就可以租摩托车的 它要价是十万块钱一天 那么我们租了两天是给它砍价 砍到了七十万 七十万折合人民币在 七万 折合人民币在三十五一天 反正你给它砍嘛 七八万 八九万 十万 我觉得都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所以这就是我关于这个 沛尼大岛 住宿跟交通的选择 还有就是我刚刚有没有说 如果包车的话 我建议住海边来的 有 住宿了 OK 那没有问题 我不建议住山里 除非你是来这里养生的 这里还不容易去屋布 对 不方便 饭都没得吃啊 这边山里这里是屋布 不会来这里 对对对 那其他没什么 这期视频就放在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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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